安全生产是企业日常管理的重中之重 2018年3月1号上午 凯创企业2018年度安全培训会召开 公司领导、生产经理、安全负责人、生产安装工人等100余人参加了本次安全培训会 并专门邀请了林子区安监局崔老师来授课 崔老师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分析了企业中的一些安全隐患 并用生动真实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生产、交通、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知识 会上,与会员工认真听讲并积极与崔老师进行互动 纷纷发表自己对安全生产的认识 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注重安全 从自身做起,杜绝企业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抓安全生产的同时,也不能忽视产品质量的把控 下午,凯创企业继续召开了产品质量分析会 公司治安部于经理、王经理分别宣读了凯创企业 关于产品质量及生产安全的重要文件 生产安装部邵经理做总结发言 对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通过本次会议,一方面提高各生产经理及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 另一方面,也对产品质量有了更严格的要求 在今后生产中有利于产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